八点最热报Podcast是由幽默宝为你呈现 欢迎收看八点最热报 你好 我是肖慧敏 来看今晚热报 不认同清理门户决定 莎比利指巫统违反公正原则 阿姆扎西表示暂不回应开除领袖课题 拉斐斯的杯葛贵货论引发争议 控制物价到底是谁的责任 财经分析师认为 消费者也应该扮演监督角色 巫统大开杀戒 毫不留情地砍掉多名重量级领袖 掀起巫统党内的大地震 针对这一轮的大肃清行动 过去一直跟扎西保持表面和谐关系的 巫统副主席伊斯麦沙比里 这一回是表明他不同意 巫统最高理事会清理门户的决定 因为这违反了公正原则 那些遭到党开除的党员 不曾有机会为自己辩护 而这显示这样的行动没有遵守程序 至于被冻结党籍六年的西山墓丁 也在社交媒体上载视频 强调自己不会因为遭党领导层对付 而改变他继续斗争的信念 他表示冻结党籍不是政治生涯的结束 而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那这似乎在暗示他不会就此坐以待毙 动结党籍不是结束 而是新的开始 巫统森布隆国会议员西山墓丁 展现斗争到底的坚定意志 他说尽管自己遭到领导层的对付 在党内动弹不得 但他不会就此放弃 似乎在暗示他不会坐以待毙 至于另一位被开除党籍的 前巫统最高理事诺奥马 因为不满自己被关上16项的罪状 而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证据 澄清自己只是在三项的指控下 被记忆局传召问话 他还说自己接获通知的时候 是突然被定罪 完全没有自便的机会 乌统清洗派系的做法 不但引起政坛动荡 也让身为乌统老大的扎西被抨击 说他是一名独裁专政的领袖 针对这一点 扎西本人昨天在一场活动 被记者追问时 只是透露自己短期内 不会回应任何有关领袖 被开除的课题 但他强调之后会选定一个时机 解答所有人的疑问 那现在就请各界耐心等待 好 在这打注意下来看 今天的文件头条 光华千校相关文件已成州政府 菩提督中计划千湖内 新州辉瑞研发冠病变种 主管指疫苗是摇前数 公司急澄清 中国报主控夫妇52宗岁 走不动也要上庭 纳吉克星陨落 光明被巫统开除 新宫找上门 凯里抢手 物价居高不下 经济部长拉斐兹早前就告诉民众 要降低物价 不能够只是靠政府 消费者必须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如果餐厅卖得贵 就杯葛这家餐厅 让它降低价格 结果就引来了排山倒海的抨击 作为政府的一份子 拉斐兹的这番话算不算不离 就是离地之鱼又不负责任呢 而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 应该要出手干预物价 在自由市场经济里 政府又应不应该随意干预市场呢 压低物价到底是谁的责任 是政府消费人还是商家 财经分析师蔡兆元在受访时表示 其实政府已经采取了很多方式在控制物价 包括设顶价 不让电费起价 还有提供很多的津贴 因此消费者也应该扮演他的角色 要自己或比三家 或者发挥群众的力量 发行胡乱开高价的商家就举报 或者不去支持有关商家 那么久而久之 他们自然会因为没有生意而降低价格 北大经济学教授林福言则认为 B40或部分M40的百姓 在购买食品的时候 需求的弹性是比较低的 他们购买的东西 一般也都是当下就需要的必需品 没办法不购买 而且普通的老百姓出去买物品的时候 在面对资讯不足的情况下 也没有太多时间成本去互比三家 因此现实生活中很难实践 他这个所谓的 如果比较贵 我们就不去的话 在短期上是事情不来 因为很多东西我们都现在需要了 我们所谓的需求的弹性是非常的低 我们现在就要买了 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 当然你就可以再去找别的地方 但是时间上大多数 大家都要有工作做 有其他的事情做 所以我们都不会刻意的货比三家 虽然北大经济学教授林福言认为 要消费者杯葛那些卖贵的餐厅或商家 在实践上未必行得通 但他却认为 拉斐兹这样的理论是希望让我国的消费者 提高对价格的敏感度 不要随便接受商家调涨的价格 而财经分析师蔡兆元也认为 消费者其实应该扮演好监督的工作 在自由竞争市场的情况下 那些卖贵的商家在没有生意做的时候 自然就会这样讲 我想消费者也一定要扮演他的这个角色 来执行这个监督的这个工作 那么我们在报章上看到最近的一个例子 就是在波德森有这个温开水 卖两令吉的这个情况 所以也因为很多消费者的这个投诉呢 那么市议会可以采取行动 不让这个商家呢 基本上renew他的这个来生 所以我想这个消费者本身 是可以发挥这个群众的这个力量 使到那些不合理的商家呢 当他没有生意做的时候呢 他就会降低价格 对于一些民众抨击 为何政府不为特定物品设顶价 把物价降下来 两位受访者都认为 不能长期依赖政府设定顶价来控制物价 因为在自由市场经济里 设立顶价不是一个长远之计 它将会使到价格被扭曲 也会让市场效率消失 如果我们长远来讲 它就会让市场的效率消失 比如讲这个鸡蛋的问题 虽然政府设了顶价 但是由于成本过高 那些商家们 他们也是提供不了这个鸡蛋 他已经偏离了他们的成本 太低了这个价格 我们所谓的赔钱的生意没人做 所以他们也不做了 所以我们就反而受害 市场上就有很大的缺失 我们就发现到 我们就买不到那些鸡蛋了 设立顶价 它不是一个长远之计 因为它将会使到经济的情况被扭曲 所以在这一方面 我想政府反而是需要严格的执法 那么在目前是有所谓的 价格控制以反暴力法令的 我们不是讲说商家不能够起价 但是商家在起价的时候 他在起价之前跟起价之后 他赚的那个幅度是不是还是一样的 比如讲说你是卖炒果条的 当你果条起价的话 但是你价格起劳之后 你赚的卖每一盘的炒果条 你赚的那一令吉是不是还是一样的 那是不是说在自由经济市场概念下 政府就不该干预市场 不该插手控制物价呢 林福言说 所谓政府不该插手市场的理论 是建立在市场均衡的情况下 但这种情况 其实只发生在经济学的教科书里 因为在现实生活中 市场受到的影响太多 市场均衡会被很多突然发生的黑天鹅事件打破 因此在特定时候 政府还是必须干预 在长眼而言 政府不该插手 但是在短期有时候 我们的市场会受到一些干扰 一些黑天鹅事件干扰 然后它市场的均衡已经消失了 已经离开了均衡 所以政府这个时候就要插手 当然它的插手也是 将这个所谓的外部的影响降低了 然后它的手就要抽离这个市场 两位受访者都认为 虽然我国物价的确是在逐渐高涨 但整体而言 我国的通胀呢 还是在可控范围内 北大经济系教授林福言指出 我国因为还有津贴制度在维持着 因此对一些价格控制呢 有很大的帮助 以至于其他国家那种 所谓的价格失控的情况呢 还没有在我国发生 而蔡兆元则指出 如果跟新加坡比较的话 那数据显示啊 我国的通胀其实是更低的 但是为什么新加坡人民 比我国更能够应付高价 这个物价高涨的问题呢 归根究底 是因为他们的收入比较高 因此回归根本的话 长远来讲增加百姓的收入 才是抵抗通膨压力的正确途径 好 最终我们来看下节热报 槟城庙会重磅回归 民众学者指写纯联 宣扬传统中华文化 经历了新冠疫情 槟城庙会时隔两年之后 昨天终于以实体模式重磅回归 槟城古地区再次恢复 以往的热闹气氛 让宾州首长曹冠又不禁感叹 那这样才是槟城人过新年 今年的槟城庙会呢 也迈入了第24个年头 主办方特别把主题设为 重新出发 代表着槟城庙会呢 再次再经历了这个疫情之后 重新开始再重新出发 现在就一起跟着镜头 感受一下现场的盛况 2023鬼卯年槟城庙会 在经历两年疫情后 终于恢复实体模式 配合兔年的到来 庙会主办方准备了好几个摊位 让到访的民众学习 如何折纸兔子 跟着步骤折一折 再往里边吹气 一个3D的兔子就完成了 除了折纸 主办方也让民众自己写春联 希望不管是大朋友 还是小朋友 在体验之余 也能够宣扬传统中华文化 对于槟城庙会 终于恢复线下活动 许多民众都对此表示欢迎 当然是比较热闹 这样子实际还是实在一点 就是比穷 我们一直在槟城人都知道 讲说这边会有庙会 每一年都会有 每一年都会过来 晒车也好 我们一定会过来就对了 你们是哪里人 北海 主要是要在我们的孩子来看 我们在槟城过年 就是要来这些地方 让孩子见识一下 除了本地人 槟城庙会也吸引了 不少外国游客前来 眼看这一位拿着毛笔 认真地画着春脸的外国小姐姐 起初并不知道有没有会活动 但来到这里后 反而深深地被这里 浓厚的新年气息给感染了 我们从Belgium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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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Belgium 没有这种大庆祝 我们在Belgium 没有在我们感觉 在文化中的文化中 在文化中的文化中 有很多地方 在文化中的文化中 有很多地方 在文化中的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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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的槟城庙会 还有另一个看点 那就是吉祥物 小蜜兔 看到这么多人 跟小蜜兔打卡拍照 就知道它的魅力 有多大了吧 而槟城庙会 可以说是越夜越精彩 以小蜜兔为主题的舞蹈表演 武术表演样样都有 尽管天空突然下起绵绵细雨 不过民众的兴致依然不减 乘着伞继续在雨中游览 冰城庙会 滨州首长曹关友也到场主持开幕仪式 好 2023年鬼卯年冰城庙会正式开幕 红彤彤的灯笼高高挂在街道 再加上高庄武士表演 吸引许多民众勤来伟观派照 让滨城古迹区充斥着满满的年味 全球极端气候不断 纽西兰从星期五开始迎来了1985年来最严重的暴雨 最大城市奥克兰更是在短短15个小时内 就下了夏季总降雨量的75% 打破奥克兰的降雨记录 导致多地严重淹水 还爆发土石流灾情 就连奥克兰机场都变成汪洋一片 目前水灾已经造成至少4人死亡 这座拥有一百六十万人口的城市 也进入了紧急状态 纽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从星期五开始遭受暴风雨侵袭 发生严重水灾 住宅房子被洪水淹没 街道变成河流 车子浸泡在水中动弹不得 水位更是一度达到成人的胸口 民众只能涉水逃离家园 当局也出动救援人员前往灾情严重的地区 协助老人小孩撤离到安全的地方 突如其来的强降雨也淹没了奥克兰国际机场 机场大天优如水箱泽国 机场被迫停止运作 所有航班取消 许多民众只能滞留在机场内 来到昨天 水位已经逐渐退去 但善后的清理工作才正要开始 只见住宅区里一片狼藉 有车子被大水冲进住家里头 许多家具遭到破坏 民众分工合作清理家园 而纽西兰总理乘搭直升机视察灾区后 召开记者会表示 这一次水灾带来很大的破坏 但它会确保人民的安全 我们的目标是保护克兰国人安全 保护克兰国人安全 保护克兰国人安全 保护克兰国人的需要 虽然目前灾情已经逐渐好转 但纽西兰气象单位指出 今天可能还会迎来另一场亲朋大雨 要民众做好准备 下节日报 大选惨书又大开杀戒 武统会元气大伤成为马华2.0吗 为了向顾客提供优质服务 Astro昨天在布城IOI City Mall 推荐了全马最大型的全新Astro体验店 现场展示了Astro最新产品还有服务 这是继早前在 冰城首家Astro体验店大获成功之后 在大马推出的第二家体验店 一起透过镜头来看看热闹的开幕现场 3 2 1 2 2 2 Let's go 随着彩带剪断 Astro位于布城IOI City Mall 的全新体验店正式开张 现场人潮络绎不绝 不管大人还是小朋友 都有机会和Astro卡通人物合照留念 同时还有机会享有电视机 只需一令吉的超值优惠回馈 但是这里你也能够经历 整个4K UHD的经验 你也能够经历我们的全新Astro 包括很多移动应用程序 我们有最高的应用程序 最高的应用程序 能够经验我们 全都在一个地方 全都在一个批评 全都在你的房子 想要了解更多有关Astro产品 及各项服务 不妨到Astro体验店亲自体验看看吧 那昨天我们提到 巫统主席阿摩扎西 为了斩草除根 趁党选之前 手起刀落大开杀戒 把党内一直跟他唱反调的 异议分子给统统扫出门外 巫统经过这次的大清洗 会变得更强大吗 还是会因此元气大伤呢 政治学者黄敬发 在接受八点最热报访问时提到 那巫统自2018年大选 失去政权之后 来到这一届大选 从54席 然后再殊胜26席 基本上已经损兵折将 要恢复元气啊 已经是非常奢小的事 而在经历了这一轮的 门户大清洗之后 现在巫统面对的风险是 会不会在党选之后 就走上马滑的道路 他提到 那过去这些年来 我国政治是起了相当大的变化 中间选民越来越多 不会因为执政党的威逼利诱 去投票 也不会因为某一个政党 可以给到资源而投票给他 那这个变化 从各族的投票倾向来看 不同族群之间有一个时差 马来选民的变化 是比华人选民迟了十年 因此马滑在2008年的时候 那开始从31个国席 跟76个州席当中 掉了一半 剩下15国32州 再到2013年的时候 就直接掉到了7国11州 到了2018年 情况更严重 那如果跟马来选民比较的话 巫统出现出乎意料的落败呢 是在2018年 所以是足足迟了十年 但另一位政治学者 潘永强就认为 虽然过去两届大选 巫统的战绩是每况愈下 但现在的巫统 还有他的不可取代性 至少在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里 还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 因此不会那么容易 不像马华的后尘 而且他也认为 不能完全推论 这次的党内大清洗 会完全让巫统衰败 他认为 如果扎西处理的更漂亮 或者各家妥当的话 或许会让巫统看起来 走向更温和 更能挽回中间选民的心 如果我们去分析 马来西亚政治的变化 其实不再看着各种政府的好处 投票 不受政府威胁利弊 来投票的选民越来越多 这个变化有一个时差 马来人的变化 大概比华人选民的变化 迟十年 武统在2022年 就是第15届大选 输得更惨 其实就像2013年的把话 正式学者黄敬发认为 这一届大选的巫统 其实就像10年前 剩下7国11周的马华 所赢的议席一直减半 而第15届全国大选之后 巫统也可能会进入到 被马来社会唾弃 又完全失去方向的状况 巫统现在的问题是 不仅仅是因为开除这些议席 而是巫统没有方向 巫统唯一的武器 就是政府的资源 因为它不能够去高谈 马来民主主义 以致跟联合政党对撞 它又没有什么太出事的 执政表现 让大家觉得说 你就是天生的执政党 所以它现在剩下的 就是资格资源 但是资格资源的效应 越来越低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 它的下一届选举 可能就是马华的2018 黄金发认为 如果巫统再不改变 一直流失支持的话 那么巫统将会步上 马华的后尘 但另一位政治学者 潘永强却认为 巫统是不容易成为 马华2.0的 因为马华太容易被取代 而巫统对西蒙来说 却有着不可替代的抉择 那就是巫统的 马来民族主义背景 和社会基础 西蒙为首的政府 如果要稳定 要巩固 它不能够缺乏 马来民族主义的支持 你只靠西蒙那种多元的 或者是比较自由派的形象 它不能够完全满足 马来社会的需要 或者是安全感 它需要有一个相对有基础 有历史背景的马来民族主义政党 来巩固西蒙的政府 那现在安华能够拉住武统 至少确保说 它这个政府里面 有一股代表马来民族主义的政党 来维持政局的稳定 这个是武统在意识形态上 在政治理念上 对西蒙最重要的价值 潘永强认为 安华或公正党 是个多元色彩的政党 所以它会受到马来右派 或马来民族主义的质疑 所以它必须要加上一个 马来民族主义为主的政党力量 才能稳住政局 因此武统就有了它 不可取代的位置 而如果武统借着这次的大清洗 好好地从党内进行改革 这样还是能够挽回 中间选民的向心力 安华是需要武统 那武统也因为有它 不可取代的位置 只要武统党内有做内部改革 党内有改善它的这个形象 跟过去留下来的 贪腐的这个色彩 武统还是可以挽回 马来中间选民的相信力 因为它毕竟有这个 强大的社会基础跟组织力量 最关键在于说 武统党内必须要做内部的改革 党内的改革 才能够让这个马来中间选民 恢复对武统的认同 那对于武统在开始衰落之后 会不会成为马华2.0 潘永强提到 不是每个马来选民都倾向于 宗教化或者右翼的强异派政党的 有很多城市或者中产阶级的马来选民 他们还是愿意支持一个 经过内部改革或者民主化以后的巫统 而不会完全靠拢到右派的马来政党 而这些条件是马华没有的 马华没有就是不可取代的意识形态基础 因此他认为巫统还不至于会步向马华的后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